那如果要给西蒙政府打分 在野YB们给的肯定是不及格的分数 但不能否认的是 竞选承诺跳票 政策悠转 答应要废除的恶法 像内安法令啦 反恐法令却还在实行等等 这一些都是过去一年来 在野党的子弹 而面对这些炮火弹药啊 西蒙的确他们也真的是很难招架 在民间呢 一些民众一心求变 就是不管任何理由 反正我那一张票投了下去 立马就要看到改变 反正西蒙自己承诺的事项 例如承认同考 当然立马要看成果 没有成果就是西蒙不对 那是西蒙自己要去解决的问题 那对于西蒙上台之后 改革的这个议程的进度 西蒙自家人他们就认为了 那绝对啊不是完全空白的 只是体制改革这回事 不是推行了做了 人民当下就立马可以感受到 是有分别的 西蒙在过去一年呢 其实做的比较多的是一些体制上的改革 一般老百姓暂时感觉不到 看不到的事情啊 但是这些体制改革呢 对于以后未来的国家的施政方向 有很大的影响 就比如说这个每一个议员需要 公布他财产 把这个廉政中心的这个成立 也包括这个反弹部会也宣布了 他要独立与这个首相署之外 然后这个SPR也迎来了一个从体制外的人 去做他的主席 中监察长 首度由一个非穆斯林去担任 也包括说我们国家大法官 首度由东马的土著去担任 这些都是前朝的时代 你很难想象的一些事情 当然我们不可能 省着一届两届里面呢 产生出一个 大家都很满意的选举制度 今天我们大高冷走到第一步 就是我们有一个 Publicly accountable的选举委员会主席 检讨现有的一些 必并啊 调规啊等等 但是接下去可能是很容易啊 如果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们基本上我们继承了一个 债务非常庞大的一个国家 一个政府 我们还需要时间恢复 这个外资对我们的信心 但是如果我们拿回 被批准的这个外资的这个投资哦 从2017年到2018年哦 所谓的涨幅是48% 那不是说我们 今天一批准呢 明天就可以看到成绩的 大概要一两两三年的时间 让我们人民才会可以感受到那个成果嘛 西蒙YB给大家报告改革进度 给了例子引了数据 要立正过去一年来 西蒙才不像在野党所说的 什么都没做 而对于还是有部分人是坚持 西蒙即使真的有兑现承诺 也只是兑现一小部分而已 当初上台前不是什么都讲的天下无敌吗 上台后怎么却好像有心无力了呢 当我们接掌的时候国家元气大伤 我们如果有按照中医的原理 先雇本培员养好生子 执政做政府也一样 这个时候五年是雇本培员的时期 第二个五年 那个时候就是涨次高飞的时候 如果十年来做不出成绩 反正马来西亚政党轮替也不是第一次 但是如果说只给五年时间 就要完全解决过去61年的烂摊子 事实上的确是有一点强人所难 改革方面有点缓慢 甚至有人干脆批评说是零进度 西蒙的外逼们其实在大喊冤枉 他们不是不做 不是没做 只是改革并非一朝一夕 不是说做了马上就看到成效的 那过去这一年 西蒙所做的 有没有呼应他们的承诺呢 这是重点 西蒙和国阵有没有让人看到不一样呢 那刚才行动党的YB就说 西蒙在过去一年做的 是体制上的改革 它的效果 老百姓是不能立马就感觉到的 但是它对国家日后的发展 还有方向却起着关键的作用 那有一点明显的不同是在哪里呢 至少西蒙在一些职位的委任上 采取了前朝政府不一样的做法 西蒙的支持者认为呢 西蒙已经委任了一些 在前朝政府里根本不可能被委任的人选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那像在509之前 一直被诟病的选委会 他的新任主席还有副主席 阿兹哈哈伦还有阿兹敏 都是这个前朝时期啊 曾经尖锐地抨击过我国选举制度的人 那两位对选举法律也都有研究 现在西蒙政府找他们来 给他们权力放手 让他们去改革 当然啦 他们之后的表现还有待观察 但至少这个开始是正面的 那除了选委会职位的委任之外呢 西蒙上台之后呢 也第一次让非穆斯林坐上了总检察长的职位 也第一次让东马的土著坐上了国家大法官的职位 这一些呢 也都是在前朝时代 人们不敢想象的情况 那民主改革本来真的就是不容易走 但却是必须要走下去的一条路啊 西蒙的人一直在说 他们现在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 在实行一些改革性的政策的时候 会面对来自保守马来社群的反弹 那特别是在巫统还有伊斯兰党他们煽风点火下 结果西蒙呢就被迫在往前踏几步的时候 又不得不往后踏两步 不管怎样 改革议程毕竟是西蒙在选前的承诺 是当时候选民投下他神圣的一票的一大推动力 那接下来四年呢 我们希望看到西蒙政府继续推动民主制度改革议程 这些制度改革就包括了首相署权力进一步下放 国会改革 媒体自由 司法独立 公务人员 行政中立等等 这些呢都是让政治制度得以稳固的基石 而作为选民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有进度啊 而这些他们早前许下的承诺 那如果 如果在下届大选前都无法兑现 那么那个时候呢 人民将会再一次的做出裁决 毕竟水能在舟 亦能复舟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